从不但关心的是现在呢 难道有了替代艺难就不用公务人员了吗 现在呢有人踢爆 卫生署在发公文还要采购的时候哦 居然是以替代艺难来当承办人 甚至是联络人 全台湾有将近两万名替代艺 在政府部门服役 不过现在却爆出替代艺管很大 这份卫生署要给台北市卫生局的公文 上面的联络人陈先生就是替代艺 不只用替代艺发公文 卫生署的采购单 承办人员竟然夜市盖替代艺的章 我们正式的同仁 因为在外面有公出或者是开会 临时不在 那么基于检举案件处理时效的考量 所以有跳过我们正式承办的同仁 然后直接经由主管合章 正式发文出去 公务员带头违法便宜行事 承办人员只被继一等考机 依照规定替代艺只能从事辅助工作 而且无权限 条例里面是没有规范说 虚用机关如果违反这个规定的一个处分是没有 但是基本上我们是发现之后 我们就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必须马上请他们 亦然不能做这个工作 用替代艺名义发公文 政府机关做了最坏示范 而且不具公务员资格的替代艺 当承办人员发的公文有没有效 恐怕又是另一个问题 这是王树莉家园 先入台北采访报道